比歼20还全能 解放军啥时候还藏了好货 原来是老朋友 落脉给伊朗可在实战中打出超然战力 1. 最近歼16重型战机突然开启野兽模式 高调展示出了凶残一面 作为一款双大推力的重型发动机 采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加深 整体强度和载重量都非常强 而且能一次挂载10枚导弹 再加上5代机级别的火控雷达和数据链 网络协同作战能力 载弹重量可以达到12吨 当然 作战半径也很重要 除了12个外挂点之外 还有4个2吨重的挂载点 能同时挂载4枚重型反舰导弹 要知道 这可是任何型号战机都做不到的 若在南海岛礁部署一个歼16战机中队 作战半径就可以直接覆盖九段线全区域 综合多方面因素来看 歼16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最强战机之一 投入实战的话可以与任何对手进行对抗 相比之下 5代机虽然隐身能力强 但综合打击能力在歼16面前的优势并不明显 此次歼16释放的信号 美军一看就懂 去年的空军节里 我们官方发布了一段采访视频 介绍了我们空军杜凤瑞大队飞行员 驾驶歼16拦截外军战机 与之缠斗5分钟之后将其驱离的事件 中国飞行员在采访中表示 双方经过5分钟近距离缠斗以后 外军战机不抵我军战机 打出一串红外干扰弹之后选择退却 歼16驱离了谁 虽然这次缠斗的具体细节没有被公开披露 但根据飞行员的描述和相关新闻报道 外国军机可能是某国的战斗机 从这架战斗机能够和歼16缠斗5分钟来看 可以说明这架外军战机在机动性能上和歼16相当 最后 因为飞行员技术水平不如我们的飞行员而败退 有可能的机型是美国制造的F-15和F-16 不过这两款战斗机 美军 日本空字和韩军都有装备 是哪个国家的 不好说 美军的F-16战斗机比起其他选项来说更有可能 一方面 美军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比较高 这才能够和我们的飞行员缠斗5分钟 要知道 在格斗空战当中 5分钟是相当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 F-16战斗机的制空时间 机动性都比现在的F-15更好 作为能量空战的典型代表 F-16很擅长持续性的空战缠斗 不过另一份资料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可能直接揭示了这次拦截的对象 很有可能是美军F-35战斗机 在2021年国庆期间 杜丰瑞大队一个歼-16双击编队 在东海上空 按照友军提供的目标指示 拦截美军一个F-35双击编队 由于F-35战斗机的顺盘能力更强 在交手初期歼-16长击落入下风 歼-16辽机迅速解围 然后开始和F-35缠斗 最终将F-35驱离 F-35战斗机虽然给人印象是笨拙 不善机动 但在发动机强大推力 和一身一体化气动设计下 F-35战斗机仍具备可观的机动能力 美军内部评价是综合机动能力 不逊色F-16 顺盘能力优秀 美军的F-35战斗机恐怕没有想到 自己会暴露行踪 遭到拦截 因此在初期的缠斗优势局面 被我们飞行员翻盘之后 选择打干扰弹 退走也很正常 二 对种活不适合歼-2-10盖 歼-16在对地对海打击方面的能力是一流的 甚至超过了轰-6K 在整个空军体系中 歼-16综合实力仅次于歼-20 是10打10的全能型选手 因为歼-20为了保持高隐身性能 大部分武器都采用的是内置格局 因此 实际载弹量并不是很大 投入实战后主要任务是对空打击 以夺取制空拳 打击敌人的防空雷达系统 假如说中美之间爆发冲突 美军的主要作战平台 一定是航母和各大基地的防空系统 如此一来 歼-16升空后可以在数百公里外 发射英机系列超音速反舰导弹 挂载两吨级的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对目标舰队实施毁灭性打击 出色的远程反舰能力 足以让美军动手前 仔细掂量掂量 现在毕竟是和平时期 歼-16可以进入西泰海域监控美军舰队 驱逐外来军舰 部署东海、南海执行远程巡航任务 这种活显然不适合歼-20干 因为歼-20主打的就是隐身 少抛头露面比较好 当年 我国进口了24架苏-27战机 之后又与俄方敲定了苏-27生产线和特许生产权 为如今的歼-16打下了一定基础 目前 歼-16除了气动外形 其航电系统、雷达系统等方面 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性能上比苏-27要更强 作为一款完全国产化的战机 只要经费允许 其子系统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升级 基本不会出现卡脖子的情况 那么这款战机为何不出口呢 尤其是给伊朗 更是绝对不能卖的一款战机 3、歼-16是中俄混血 说起来 这和俄罗斯还有点关系 如前面提到歼-16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苏-27的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没有苏-27 中国当年在研制歼-11A的时候 恐怕要走不少弯路 而在这期间 给歼-16积攒了不少成功经验 苏-27系列战机的防品不会出口 也成为了中俄之间不用多言的一种默契 如果歼-16出口伊朗 一定会与苏-30、苏-35等俄制战机争夺市场 所以当初参加伊朗战机竞标 我们只推荐了歼-10战机 而没有拿出歼-16重型战机 对标苏-35重型战机 但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重型战机的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倒不是因为其性能什么的太差劲 实在是因为太贵了 而且我国装备的主要出口国 大多比较囊中羞涩 其中巴基斯坦还是比较富裕一点的 但光买歼-10C战机 全套就花了1亿美元 歼-16战机的价格更是得翻上一倍 而且大推力双发重型战机的维护费用 也很庞大 还有歼-16重载工 主要优势就是大载重 而想要购买配套的各种精确制导弹药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第三世界国家 一般都只盯着比较便宜的单发战机 或者是去二手市场淘淘货 四 俄罗斯要买 我们也不能卖 不过 有观点指出 歼-16倒是可以卖给俄罗斯 目前俄军唯一装备的苏-57隐身战机 虽然综合性能不错 但数量太少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能上前线的 其他苏-30和苏-35都是无缘相控阵雷达 还缺乏配套的精确制导弹药 不过 即使俄方有意进口歼-16 我们也不能卖 因为眼下俄罗斯还处于冲突状态 若这个时候 中国出口俄罗斯重型 双发战机 只会引起了美西方的猜忌 从而对局势造成负面影响 这完全背离了中俄合作的初衷 一直以来 我国军品出口都在坚持这三原则 第一 有利于接收国的正当自卫能力 第二 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 第三 不干涉接收国的内政 这三大原则不仅展示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还为中国军品出口赢得了声誉 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 另外 中国出口军品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添加任何的政治色彩 既然合作那就是针对双方的一次互惠互利的合作 而不是以政治胁迫为由 施加一揽子莫名其妙的前提条件 但如果个别势力进一步挑衅 中国的选择也一定会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空军的各型战斗机起降超过了1万架次 展示了中国空军的高度戒备状态和应对外来军事威胁的能力 这些任务包括对领空的巡逻 对敌方侦察飞行器的跟踪和驱离 以及模拟空战演练等 得益于国内航空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中国航空工业在近年来 不断推出新型战斗机和无人机等装备 这给我们空军提供了更多现代化作战装备 中国空军装备了多型先进战斗机 包括歼20G型具备高隐身性能 高机动性和先进航电系统的第五代战斗机 同时还在升级改进歼10A、歼11B等老款战斗机 使其具备更强的空中作战能力 未来随着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 将会有更多更先进的战斗机 加入中国空军作战序列当中 为守护中国的蓝天和国家利益 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对不起 就这样 你看到了